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向台湾同胞和海外僑胞 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致以新年的着贺 2003年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很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各族人民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 和地震 红烙 干旱等多种自然灾害 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稀调发展 保持了过敏经济较快增长 和隔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 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做出了全面部署 放眼今日是中国 九州大地涌动着改革和建设的澎湃热潮 各族人民焕发出 创造美好未来的壮志豪情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坚持奉行 夺利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的旗帜 坚持与您为善 以您为伴的方针 开展全方位的外交 进一步发展了 同各国 特别是周边国家 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 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 及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上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为维护世界和平 除今共同发展 做出了贡献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2004年使中国人民 继续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 实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关键一年 我们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全面 稀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保持过敏经济 持续 快速 稀调 健康发展 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 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傲人治傲 高度知识的方针 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支持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 加强内地 同香港和澳门的经济 贸易关系 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2300万台湾同胞 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我们十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和福祉 我们将继续坚持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拔项主张 加强两岸人员往来 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以最大的诚意 经最大的努力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立活动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隔出去 我们坚信 只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 祖国的完全统一 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当今世界 政治多极化 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深入发展 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 给各国人民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 单边主义倾向抬头 地区冲突 此起彼伏 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世界经济增长缓慢 南北发展差距 进一步纳大 也给各国人民 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人民 始终关心和同情 世界上一切 仍在忍受战火 饥饿 贫困煎熬的人民 衷心希望他们 能够早日过上 幸福安宁的生活 并愿为他们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世界要和平 人民要合作 国家要发展 社会要进步 这是不可阻挡的 时代潮流 我们坚信 人类发展的前景 是光明的 不管 国际风云 如何变换 中国将始终 站在 人类正义事业一边 同各国人民一道 共同推进 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创造 世界和平 繁荣的 美好明天 最后 我祝大家 新年快乐 合家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